好,大家好,我是陈君 在休息的类与对象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后 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封装 关于封装的话 我只列了两块 一个是尘软的处理 一个是命名空间 说到封装的话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认为封装不就是get set 这样理解也没错 但是就有点太拼命狭隘了一点 封装的话其实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们平时写的 方法就是一个封装 是不是 你把内 因为内里面会把那些所有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 是不是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封装 当然你把那个所有的内放在一个命名空间下面 比方说加法下面叫包下面 是不是 这也是封装 而把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放在一个架包 就是加法里面架包 或者是下面里面Dial文件里面 它也是封装 是不是 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都可以叫做封装 封装的话按照那个高大上的说法的话呢 就是信息隐藏 这种高大上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难理解的 是不是 通说一懂的话呢 就是封装是干什么呢 说一些调皮的话的话 就是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留给别人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要实行一个求和的 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代码 或者是求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代码 但是对于调用 调用者来说的话 他只要搞一个方法名 传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的参数进去 就OK了 是不是把那些方便的东西就留给别人 但是就是实行者来说就很复杂 是不是 跟我们生活中的例子也一样 比方说我要洗衣服 衣服丢进去 洗衣服一放 按一个按钮搞定 很简单 是不是 但是对于那个洗衣机的设计人员 工程人员来说 对洗衣机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封装的本质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关于封装的话呢 我们就主要是讲两个 第一个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的话 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封装了 那么他怎么做呢 因为本身GS是没有命名空间的 你要做到这个命名空间的效果的话呢 就只能通过这个对象 空对象的方式来模拟 比方说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一个NSE命名空间一啊 等于一个空对象 是不是 创建了一个 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当成是一个命名空间 然后接下来 你要给这个命名空间里面加一些成员 或者加一些子的命名空间 那么会怎么做呢 比方说NSE 因为它是个对象嘛 你可以动态给它加一个 呃 它的那个属性 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给它加一个子的一个 一 一个命名空间 等于这个 好 就是这样 一辞累 这样可以无限制的这样加 加命名空间 那么加了命名空间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给命名空间加一些成员 比方说NSE这个层面呢 我们就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名字 一个模块1 是不是啊 等等 model1 这是不是它是属性 既然是个属性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附一个对象的 比方对象的话 我们就写个name等于 这样 然后你也可以写方法 是不是 插插方法 等 放个线 等等这些 你写完了之后呢 这样一个模块1就出来了 那平时调用的时候就是命名空间 加上模块名 就是对象了 是不是 然后点name 输出 这样写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 内部的命名空间呢 再加上承软 它的方式呢 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模块2 是不是 等于这样写 一顿的刚才的方式 一样啊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什么呢 变成一个立即调用的一个 函数 等等这种方法啊 这个都类似的 前面其实是掌握了 我就不重复再讲了啊 这是命名空间的一个处理啊 这种方式也是在很多GS库里面会见到这种方法 这是这一个层面的封装 这个层面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那个成员的封装 成员的相关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侧重了方法了 是不是 顺便也说一下那个各种各样的成员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静态的成员 静态的成员怎么弄呢 我们可以这样处理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函数啊 比方说for function还是写这个person 然后name age跟刚才一样的啊 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之后呢 你这个东西就是实力级别的成员 如果你给person加一个软型的话呢 也是一个实力级别的共享成员 如果我们怎么样给他加一个静态的东西呢 回顾一下我们加法或者是效果 静态的东西是怎么调用的 是不是类名 我们这里person是不是当成一个类 类名点一个东西才可以调用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当他是一个类 但是呢person这个函数呢 它也是个对象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也可以给他动态的加一些成员 比方说person 点use 人都可以使用工智 是不是 不然就不是人了 等于true 回车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的时候就是person.use 这样就是所谓的静态方法的一个创建 然后实力 比方说我们lue一个 vrp1 就是lue一个person 然后p1.use p1.use tools呢 是访问不了的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加法了 c-shop的方式一样 用静态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 这样访问的 好 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用图来演示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这样一个结构啊 首先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p1这个对象 p1的那个对象呢 是从哪里构造出来呢 它的构造函数呢 是这个person这个函数本身 而这个函数呢 它因为它是个对象 是不是 然后它自己内部呢 它也可以给它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呢 给它加一个属性 比方说我们这里加了一个usertools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个usertools呢 这个函数本身加了一个对象 是不是 加了一个usertools 然后我们接下来干了个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person 这个东西啊 这个person这个东西 到底它这个对象 跑到哪里去了啊 比方说我们的person 你把它当成一个对象 它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前面说过的有个软型 是不是这样 回车看一下 它输出的是一个匿名的东西 其实是指向的是个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对象 既然是对象的话 它会有个东西构造出来 是不是啊 然后它的构造是怎么构造的呢 它就是技术往上走 因为我们都知道函数的构造器的话 就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写的方克性 是不是这样 这是这样的啊 它既是一个函数 也是个对象本身 然后它里面内部的那个软型的指向是一个大写的方克性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本质上呢 就是把把这个东西当两部分来理解 一个是当成一个函数 用来构建这个对象 还一个它本身是一个对象 是通过这个大写的方克性构成出来的 然后它里面呢 你自己也可以动态的加一些属性 这就是那个静态方法的实现 那么说到这里呢 就接下来我们就讲那个公有方法与私有方法的一个实现 它是怎么弄的呢 公有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来 不管你是用 先说一下那个用对象自明量形式创建的公有方法 因为这种方式的话 里面加的东西都是公有的 是不是 私有的东西 相反还不好处理 一般的话 如果你非要用处理的话 一般是通过那个命名习惯的方式 比方说那个成员 你用一个下滑线开头 就代表着这是个私有的 或者是个收保护等等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这不是技术成员是做到的 是不是 这个地方只是说明一下 我们重要的是讲解的 通过那个函数来创建对象的时候 它的私有成员的一个处理 我们就通过写单代码来引试 比方说还是我们刚才那个person 好person 这个person里面呢 我们就写个类似点name 就等于 等于name传一个过来吧 好 这样 好 那么这个函数就创建出来了 创建出来了之后呢 如果你在那里面定一个 私有的就是这样定义 vrag等于100 当然你这个地方vrag 一定要加上了 用这个想良好的习惯 这是私有的 当然你也可以定义一个私有的函数 比方说定义一个p私有的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输出一个 私有的mess 然后呢 这样数完 数完了之后呢 这就是私有的 外面是防不了的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在这里可以检查一下 p1等于6一个person 刷新了没有 把它复制一份啊 好 回撤 回撤了之后呢 我们p1点 什么pm方法 防不了 是不是 然后你那个成员病量的A级呢 也是防不了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防那个p1点m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私有方法 与公有的成员 当然如果你可以搞一个公有的方法 比方说类似点测试 等于方克型 好 这是一个公有的方法 是不是 公有方法里面 你也可以输出一个conc 点public的messor 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外面进行调用了 这就是p p1等new一个person 实际传过去 p1点测试 这是可以调用的 是不是 p1点输出来了 这个情况的话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私有的方法 与公有的方法 互相完全不干扰 是不是 这个代码本身就没什么多大意义 重要的是我们有复杂的情况呢 就是公有里面可能会调用私有的方法 私有的方法里面呢 也可能会调用公有方法 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把这张代码呢 改为我们要输出它的名次 这样 然后这个私有的方法呢 被我们这个公有的方法 这样调用一下 好 我们这样写上 是不是 这样的话 在实际的案例里面才会有意义啊 那么我们认行的时候 你会观察一下它的结果 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 认行 认行了之后呢 我们就调用啊 Test 还是把这个代码弄到这边来啊 把FARP1等6一个Person 然后名字传过去 然后P1点测试 认行 你就会发现把Publy可能Method呢 输出来了 但是呢 这行代码没输出来 因为我们不是把这个CG传过去了吗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类似的吗 没输出肯定是类似的关系 是不是 不用想了 那么类似此时的话 是不是这样调用了 这样调用这个方法 前面有没有点 没有点的话 就我们前面的知识就是什么 就是Windows对象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全局里面 Windows.name等于Global 然后我们把P1呢 再调用一下 它是不是把那个Global说出来 说明我们刚才在分析是正确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种互相有观点的时候 私有里面用到的工业的东西 工业里面还调用它 那么怎么解决 还是会有激情我们的知识 第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我们对调用这个方法来进行处理 做一点手脚 因为这个类似这个东西呢 你这里要输出类似 你不这样写 那你就输出这个函数 这个本身的那个内蒙 是不是 我们输出要是一个公有的这个东西 当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免得干扰啊 这是这个 我们要输出这个的话呢 我们总是只能是类似的内蒙 给内蒙这样处理它 是不是这样 关键是你这样一调用的时候呢 类似有指向Windows对象 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改变类似的指向 那么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直接这样调用 而是PM.core 是不是这样 然后把这个 把什么东西传过去 把类似本身传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可以测试一下 雷尔菲啊 P1等6一个 person cg 然后呢 P1点测试方法 调用 是不是把public的method和cg都说出来 这是一种解决办法 这就是利用我们以前的知识 其实还有一种解决办法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是怎么解决呢 当然这种解决方法可能就不太 核用了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需要这个方法呢 你解决办法 无非就是这样 对方法的调用做手脚 其要是什么呢 对这个里面的东西来做手脚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写一次 把它另外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来构建一下 看一下是怎么弄的啊 好 那个function person 还是这样写name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能用那个 像刚才那样写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解决方法已经用了 是不是 那我们就可以用 那个对象工厂的方式 造人工厂的方式来弄 比方说我们定一个 变量 叫做什么呢 要返回的一个对象嘛 是不是 比方说要叫做self self 本于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些东西 最后呢 就把这个对象呢 返回出去 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思路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在这里呢 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私有的方法 pm里面方法 如果要调用它的时候呢 比方说我们这个时候 concert.log 我们就不是nace.name了 我们就可以写什么 是不是self.name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写上name 等于传过来的name 我们还是把它改一下 好 是这样 是不是ok了 然后我们这边当然呢 因为是构建个对象嘛 我们还是把那个特色 测试方法呢 也写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加上 那个方法的调用 pm的调用 好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那个最终的结果 写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 参数列表 里面少了一个 括号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写的写错了 就在这里加一个分号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p2 等于6一个 不能6了 因为这是对象工厂 是不是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调用 cg 然后p2点测试方法 测试一下 是不是把那个cg输出来了 整个润性过程也要分析一下 是不是 整个地方你这样返回一个对象 然后你在调用的时候 直接是调用pm 那么这个进入到pm 执行 执行了之后呢 很明显 如果你这个地方用了类似的话 就是指向window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用 没用的话呢 那serve呢 就是这个自己本身 是不是 所以 所以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内蒙呢 输出 输入 输出出来 是不是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它为什么 可以解决刚才那个 公有私有 互相调用 会产生一些问题 掌握这些基本上 我们有一个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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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东西